針對我們這個火災之後環保局的應變作為 在第一時間我們就啟動了緊急應變 所以我們是以達現場之後 就透過我們的一些氣體偵測器 微型感測器還有空瓶的監測車等科技措施 我們持續監控這個火災現場的空氣品質狀況 還有鄰近的空氣品質 並且我們把這個上面這些資訊 透過一些新聞管道 或是社群的平台來通知我們的民眾跟在地的里長 那其中民眾有關心這個佛化氫的問題 那我們經過我們現場跟下風柱 還有鄰近水體的這個檢測 儀器檢測在空氣中跟水體裡面的一個濃度都是零 那同樣民眾有談及說 那燒東西的代歐性生成的部分來講 因為我們探討代歐性的生成 它是必須要有這個含氯的物質 以及有機物經過一些不完全燃燒產生 那我們現場是儀器在判讀 針對於我們的這個有機物 還有氯化物來講 它濃度都是很低接近零 所以我們研判這個事故來講 並沒有這個含氯的物質 所以也不會有大量代歐性生成的疑慮 不過為了慎重起見 我們環保局從這個火災現場 事發之後 我們就持續在做一個採樣跟監測 那後續來講會希望能夠更加的確認 這個相關的這個狀況 那另外農煙造成一個雙北民眾的這樣一個問題 那我們後續會鼓動邀請這個基隆台北 跟桃園的縣市一起來探討 我們這些跨域的空氣污染跟異位通報機制 那我們大概可以看到說 這一次我們的應變過程 雖然在第一時間我們都是用 緊急應變的程序在執行 但是都是以這個機器的這個儀器的偵測來判讀 那我們發現這個判讀其實跟民眾的實際感受來講 有很大的一個落差 所以對於後續的一個應變機制作為 怎麼去把民眾實際感受 回到我們應變體制應該要有處置作為 這個東西我們環保局會召開相關的這個 檢討的應變的一個作為的一個討論 在這段期間裡面 可能民眾有時候會有一些擔心 特別提到 剛剛特別提到因為裡面有很多3C產品 所以中間有一個議題提到鋰電池的部分 它並不是像外界有些人物 我也以為是不是有一個區域專門儲存鋰電池 而造成大量的燃燒 因為各位知道鋰它是EA組的金屬 所以處理跟控制火勢其實是非常專業的 所以這個訊息一出來 我們今天也正式跟市民朋友做個報告 它所謂的鋰電池 並不是一個專區儲存了7000多個鋰電池 不是 它是3C產品裡面有一些微小的鋰電池 附設在裡面 像那個所謂的鋰箱裡面 所以因為有這些鋰電池在處理 所以我們在救災的看板上 會特別提醒我們的這個救護的消防同仁 這一區的3C產品裡面有一些鋰電池 所以在處置上的方式 它就跟一般的火災處理 會不太一樣 那可能民眾會誤會有一個所謂的區域性的鋰電池儲存廠 它倒不是 所以在這邊 我們也趁這些機會 跟我們的市民朋友做個報告 那至於相關的檢測 並不會因為我們剛開始看到數字降微很低以後 我們就鬆懈了 所以剛剛環保局特別提到 我們這段時間的所有的檢測機制 不管是我們的空瓶科 水保科 或是機查科 這幾個科 都會隨時檢測當地的空氣品質的環境 我想這個地方 我們會持續來做檢測跟營業 目前對於針對火警現場引發的事故原因 還有目前責任歸屬 我們現在大概狀況進度如何 好 這也是我們後面會追究的一個部分 因為工廠本身就負有要管理跟維護這個安全的責任 這個部分我讓這個大委局長來做個說明 是 紅保局長補充報告 就是說在昨天火場受到控制之後 我們進場在做一個這個環境的一個清理的時候 大概有看到說 它內部有堆放許多這些藝染物 而且它並沒有一個妥善的區隔 所以我們覺得說 它已經有明顯的人為的疏失 導致這個火勢不斷的蔓延跟悶燒 所以後續來講 我們會依據空氣管防治法的第32條規定 拿去做查處 最重可以開拔500萬元 有議員就說到 去年其實我們林口也有發生就是重大火災 那他們就指一說是不是市府都沒有重視 所以至今就是沒有建立相關通知公眾的SOP這樣子 因為我昨天去看其實市府在事發當日也就是20號 只有透過消防局跟環保局發布相關資訊 但是市長臉書有67萬個讚 那我的新北市有百萬個讚 可是為什麼市府不是利用這個比較多人關注的環道去發布資訊這樣子 然後想要請教市府未來如何改善 是不是會依照藍綠藝人的建議設置公布資訊的SOP 或者是說使用就是細胞簡訊來通知民眾 這就是我們昨天在開檢討會也是列為重要的檢討資訊的那個方向 因為資訊的公開透明還有資訊的傳達 在這一次的這個火災的議題裡面發現了 我們的確要再去做調整跟改進 那我們這次透過的是環保局跟消防局的平台來通知 尤其在剛開始空幕一出來的時候 也通知了我們附近的民眾 那的確就如同這個很多外界的指教 我們這次的資訊的擴大應該可以更廣更多元的去傳達 那這個部分我們一定會調整 包括像我們的生檢書粉專等等 所有的這個通訊管道跟音樂的管道 還有包括跨縣市的這個處理 剛剛環保局特別提到 這些都是列為我們一定要調整的方向 不過在這邊也代表市府 謝謝我們所有很多好朋友的提醒 這部分我們一定會虛心檢討也會來做調整跟改進 有一些民眾是去掛急診嗎 就是因為就是氣床或是皮膚癢 就是頭痛之類的掛急診 那如果說這些民眾之後想要向就是 造勢者求償的話 那市府要怎麼提供協助 剛好我們昨天在檢討機制裡面 我們的衛生局也找了專家 對於當地受到這一次工廠火災以後 這個所謂的健康評估有沒有造成一些 這個危害的疑慮等 我們也召開了專家會議 那包括衛生所目前的接收到個案的情況 還有臨近醫院的有沒有重大特殊個案的情況 我是不是就讓我們衛生局長來做個回應 有關於昨天到現在 我們深坑衛生所 立刻就啟動了我們在門診 誰到誰看的一個機制 那昨天下午有四位 今天早上有一位的這個民眾前往就醫 都是輕微的症狀 就是有一點喉嚨痛 咳嗽 還有一點流鼻水 那其中有一位民眾有一點眼睛乾澀 那給予症狀治療以後呢 都已經有恢復 就是有緩解 那我們衛生所也主動的電話呢 關懷我們有90位的長照的個案 在那兩個裡 那他們呢 目前大概有三位呢 有一點點的這個咳嗽的狀況 其他都沒有這個症狀 那所以我們會繼續的關懷 那沒有 都沒有重症 需要到後送的狀況 目前呢 這個專家的建議呢 就是在這個像這樣子的一個 急性的狀況 因為它很快就催散了 那在長期上面呢 是 目前是不充擔心 那但是呢 在這個短期內 如果48小時內 也希望民眾呢 如果真的有不舒服的狀況 還是建議要就醫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生菌 是國家認證 A B 克菲爾一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生菌 專利製成 無酥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 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生菌 一片宏 那 有 那 就 就是 alley